有些人會說 我在家裡沖冷水量就可以了 沖冷水量理論上是否很接近 但其實實際上是會有分別的 很簡單 沖冷水量大家人性使然 先伸手指進去 好 我給你一隻手 然後伸腳指給你 你會發覺很難在整個人 在冷水的覆蓋之下 如果你說我去冷水量 你不能離開 尤其你在健身上 你免得弱碎 你在樓梯上 要不就不要踩到樓梯上 你一定要踩到樓梯上 因為你會阻礙別人 你不可以摸一下他上去 然後又上來 整件事很難做 所以你浸了下去 整個人浸下去 我都看到很多人 可能是故意趴在邊 在肩膀上 胸口對上 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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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露出水面 但是這個 在開始的時候 還沒適應到 那沒問題的 你也要遷就自己的身體 但是 如果你再做幾天 其實你真的盡量給自己 頸對下 都浸下去了 我會整個人浸下去 如果我沒有洗頭 我都會把臉捲著鼻子 把臉捲下去 保持30秒 與時者做三次 因為面部的冷凍 都是一種很有效的美容療法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 這些設備 衝動水量 但如果是就勇敢一點 就真的 你整個人 兜口兜面 總是上面浸下來的 全凍水 整個人斟住 就不要 給你一隻手煎 我給你一隻腳板 然後就不要了 然後搞亂水 你克服了 其實 就真的會覺得 它有很多很多的好處 OK